你好,各位,歡迎來到今天CFA Level 2的Demo Lecture和Information Session 我是Kyle,我負責第一部份做Demo Lecture和講一下CFA Level 2的課程 因為我們正在用Zoom,大家中間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隨時歡迎去發問 好,這裡是我的背景 我是Kyle,是Kelpen的Demo Lecture和Information Market 過去十幾年,在Kelpen教CFA Level 1到Level 3的課程 我是香港少數老師,教了三個Level 所以對整個CFA的架構、結構和安排都比較了解 一般來說,上半年就教了Level 2和3 下半年就教了Level 1 但因為由於今年的課程改變,所以今年的課程改變 所以今年還是著重教Level 2和Level 3 好,我就負責頭兩部份 首先講一下Level 2的課程簡介 然後做了Demo Lecture 然後我同時又介紹一下我們Kelpen的課程 到底是怎樣安排的 怎樣幫助大家去通過CFA 好,重點就是這樣 今年是一個轉折的年 由於過去考試,大家也知道 我們在英文中用指盆筆去考Level 2 當然,指盆筆的意思就是做Multiple Choice 過去來說都是在機場伯纜館去安排這個考試 所以傳統來說就是6月和12月考 但是去年因為疫情的緣故 在歐洲、美國是考不到 香港的時間亦亂了些 上半年是沒有,下半年才有 而在2021年,今年開始了computer based program computer based就變成大家會去一個所謂的exam center 在電腦面前考這個考試 所以這個緣故呢,今年來說是一個轉折年 所以在Level 2就會有5月、8月和11月三個考期 我相信如果大家聽這個recording的話 即是上這個seminar的話 5月應該就不關你的事了 因為5月呢,如果你上去已經上去 那就是8月或11月而已 但是窗收了,你就沒有一個考試 那你之後呢,如果你pass了最不最好呢 那你肥了的話呢,就要6個月才再考 所以現在大家的選擇就是考8月或11月而已 我相信大家都做了決定了 那這個8月呢,其實主要是給上年考Level 1的學生的 那之後呢,其實只剩下5月和11月而已 那所以考小週期就是5月、11月、5月、11月 那這個就是將來的Level 2的週期 那跟以前的最不大分別就是 那以前呢,就是一年考一次 那現在一年考兩次的Level 2都是 那所以以後呢,就是這個 那以後呢,就是2月和8月呢 就是那個考試的週期來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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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下五月應該太遲了,如果未報名考Level 2 未太遲,所以應該來說,最快都是考八月的Level 2 如果你八月考Level 2的話,是最快的話,其實可以在明年查得到的 因為如果你八月的Level 2 passed的話,就可以考明年最快的五月的Level 3 於是就順利去取得到Charter,所以如果你八月考的話,最快是去到明年五月就可以查得到,即是滿足考試的考試要求 當然,我們沒有講到關於CFA Charter的requirements,包括工作經驗那些,我先講考試那方面 好,這個就是Level 2的考試的syllabus 簡單來說,對我作為一個老師,Level 2是不外乎一個extential level 1 所以Level 1的一些未講完的東西,就是Level 2講下去 所以如果看大題目來說,syllabus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跟Level 1 當然內容就不一樣,但Level 1裡面我見到,譬如quants,accounting,calfi,其實Level 2全部都有 據例子,譬如去過一個syllabus,ethics也佔很重的部分,所以也要大家很熟悉 這個good news是這樣的,Level 2的ethics和Level 1的ethics是不一樣的,都是七個coded standards 這方面來說,如果你預備了Level 1的話,Level 2不會太陌生的 相對於Level 1來說,Level 2比較集中一點,講幾個大題目 包括regression,time series,另外就是machine learning 所以比起Level 1比較廣的話,Level 2比較集中一點 那Level 2的ecoin,其實主要是講兩種東西,一個就是那些 currency 就是那些 currency,怎樣升,怎樣跌,怎樣做hatching 另外就是growth theory,國家怎樣增長 那麼,accounting,Level 2是很大的,其實不會小於Level 1 那麼Level 2的accounting,可以告訴大家是挺深的 那他就,剛才說過,Level 1的accounting的進心版 那就會講到的大題目,包括Intercorp Investment, Pension, Currency Translation 另外就是FI,即是Fighter Institution的accounting 然後再加一個就是所謂的accounting的manipulation 那麼每個reading都挺長的 那麼一般學生在Level 2的accounting,深的level很多 那麼同一時間裡面,Level 2的accounting就基於Level 1的accounting 所以如果學生上Level 2的accounting的時候 我就會去review回Level 1的material 那麼Codefy在Level 2裡面也是很大的 那麼有些部分和Level 1 overlap,包括了capital budgeting 包括了capital structure 那麼就會講different theory 那麼另外就是一個很大的reading M&A 那麼接著就去到說valuation 那麼所以你看到Level 1有的evaluation,Level 2都有的 那麼一樣有equity valuation 那equity valuation在Level 1,2是大很多的,相對Level 1 那麼Level 1可以這樣講 其實就教你一招而已 就是different discount model 那麼Level 2就會有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也都有你的resigual income model 所以教你不同的technic去做valuation 那麼Level 1的fixed income 就教大家如何valuate一些strict bond 那麼strict bond就是option free bond 那麼Level 2就會教大家如何valuate一些option and better bond callable,putable和convertible 那麼derutives就會繼續回Level 1的討論 那麼如何valuate那些derutives 包括了swap,option,future和forward 那麼Level 2的option investment 是比較集中很多,compare到Level 1 那麼Level 1如果記得的話 就很多種的option investment 都大概就是走馬漢花那樣 那麼Level 2的option investment 是針對講幾樣東西 包括了房地產,private equity和commodities 所以他講的比較集中很多 那麼最後就有個portfolio management 的wealth planning 其實就是extension of Level 1 如果你記得Level 1的portfolio management 裡面主要是講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那麼Level 2就講很多些multi factor model 以及如何做一些attribution analysis OK 那麼這個講回Details 剛才講過 在新的考試裡面 就會是一個computer based 由於某一個地方 可以有這麼多電腦 讓學生一起考的 CFA的做法 就拿了一個禮拜的時間來考試 所以如果你補Level 2的話 你就會告訴你 考試會安排在一個禮拜裡面 例如8月的話 8月35號至9月4號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麼Exactly什麼時候 我想你可能會選擇一些preference 但是在最後也是 CFA給你 所以你有心理準備 那個禮拜一天要請假去考試 但哪一天就未必知道的 到頭來就是看需求 另外一個比較大變化 就是考試的時間 如果你考Level 1的話 記得是一個六小時考試 早上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這個也是很久的時間 CFA考試的時間 但今年開始是切斷了 斷了四個半小時 那上午呢 對不起都未上午 可能你上午下 如果你夠 因為其實現在呢 整個時間 理論上午上午都考上去 如果你理論上午七點 開始考 你十二點 都考上了 所以我都不敢說 順便下午了 例如Session 1、Session 2 都比較好些 Session 1和Session 2 都是兩個小時 零三個字 所以加上四個半小時 考試的題目短了 每一個Session 都是四十四條MC 比起以前六十條MC 所以考試的題目都少了 但是呢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SIPMAS沒有小 考試的題目少了 但SIPMAS沒有CUT 所以你讀的東西沒有小 考的東西少了 Level 2的Passing Rate 其實都很出名 一直都很低下 四十幾% 當然高於Level 1 但請大家留意這件事 這班的Level 2學生 其實已經基本上 篩走了一班 比較弱的學生 就是很多是 根本Level 1都Pass了 所以Level 2 其實Passing Rate 都幾低 其實低了50% 都是相當的Depressing 也說回Level 2 是一個幾難的考試 即是Steven多一班學生 已經PASS了Level 1 而且很老實說 你考到Level 2 肯考的話 基本上是認真的 你就不會慢慢考 你都是認真考Level 2 但是Passing Rate 都低於50% 所以考試也是挺深的 好 好 這裡是Compare Level 1 和Level 2 我也講過 In terms of a service Level 2 不外乎 是Level 1的 進心版 即是有些事情 Level 1還沒講完 Level 2還沒講下去 所以Level 1 和Level 2 combined 就是 主題就是 Aset Valuation Aset Valuation Keyword就是Creative Depth Level 2是詳細很多 以及深很多 跟Level 1的Style不一樣 Level 1 我經常用字形容 只是走馬封漢花 什麼都知道 什麼都知道 但不是太細節 但Level 2說話比較少 但是深很多 所以難度就更加高 好 Level 2難的地方 我都講過 第一個Passing Rate 是偏低 另外 就是說 你現在Compare那班 是Pass了Level 1 其實比較弱的學生 已經篩了一大堆 也因為Level 2 低於50%的Passing Rate 很多Level 2學生 都是再考過 所以你的競爭對手 都強很多 Captain 我們提供出來的 Pass考試的Solution 有三部曲 Education Vision 這個我稍後 我會比較詳細講 我稍後等同事再講 我以下的時間 先別想做一個Demo Lecture 我講了一個Topic 跟Level 1的關係 我特別想講出一件事 Level 2和Level 1 是一個關係 Level 2是Level 1 Extension 我想 highlight一點 我選一個Topic 是Fixed Income OK 看看這張篇文章 Term Structure and the Voltitude of Interest Rate Term Structure 其實不外乎 就是U Curve 大家記得 在What Level 學過 U Curve 就是U和Term 和Maturity的關係 將不同U的債券 將不同Maturity債券的U 畫出來的那條線 就叫U Curve 或者應該叫Term Structure 你講到U Curve的形狀有三個 有一個叫Normal Normal就是正常 一般來說 我想大家都知道 越長的債券是息越高 越長的債券是息越高 這個叫Normal U Curve 即是十年債券的U就高過五年 五年高過三年 三年高過兩年 這個比較正常的世界 所以叫Normal U Curve 另一個就是Inverted U Curve Inverted U Curve 是反轉的 越長的債券是息越低 所以十年債券的U就會低過五年 低過三年、低過兩年 這樣如處女推 Flat U Curve 就是平的 即是做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利息都沒有大分別的 這叫Flat U Curve 在Level 1裡面 我們講的一件事 就叫Interest Rate Risk Interest Rate Risk 就是說 當Interest Rate升跌的時候 Bond Price就會有Movement 其他Level 1學教大家 利息升就Bond跌 利息跌就Bond升 這個叫Interest Rate Risk 這個Interest Rate Risk 是described by一條Formula 就是這個Formula Change Bond Price 是等於-D Delta Y 這邊就是Change Bond Price P代表Bond Price Y就是Yield D就是Duration 有一個負荷前面 就提醒大家 利息和Price 是相反方向 就是做一次 利息升就Bond跌 利息跌就Bond升 但其實Level 1 很多人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這條Equation 其實背後有兩個Assumption 第一個Assumption Delta Y 不是太大的 如果DELTA Y比較大的 你就會考慮 conversed effect 記得這條Formula 後面有個Term 就加二分一C DELTA Y square 那一個conversed effect DELTA Y如果大的話 你會考慮 conversed effect 如果DELTA Y小的話 可以 ignore conversed effect 第二件事 就是這條Formula 是Assume 所謂的Panel Shift 什麼叫Panel Shift 看看下面的圖 這個本來是U-Curve 現在整條U-Curve 就是Panel 升了上去 升了上去 反正一樣 這個短期利息 這個中期利息 這個長期利息 這個Change 都是一樣的 都是By Delta Y 所以在Panel Shift裡面 U-Curve的Change 是Delta Y 這個就叫Panel Shift 這個方文裡面 其實只有Delta Y 正正就告訴你 整條U-Curve 是Panel的升跌 這個情況就叫Panel Shift Panel Shift的話 帶來的Bond-Pie變化 我們用Duration去測試 Duration Duration是三個測試 包括了Effect Duration Macroi Duration 和Multified Duration Duration 但是U-Curve 不一定是Panel Shift 現在這個就叫Stippening Stippening 意思就是 Strope 是大了 Strope 所以看到 在左邊的圖裡面 本來U-Curve 比它平一些 現在就是再斜一些 Stippening 很清楚 這個Case來說 短期利息和長期利息 的Change是不一樣的 短期就大一些 長期就小一些 很清楚 就是Non-Panel Shift 另一個Case 就是Flattening Flattening的U-Curve是平了的 這也是 短期的Delta Y 就是大於長期的Delta Y 但是這次升 令U-Curve沒有那麼斜 這就是Flattening 這個呢 我們就叫Non-Panel Shift Non-Panel Shift 第三種情況 就是Curvature的改變 就是弧度的改變 這個Case 看到 這個Original U-Curve 新的U-Curve是沒有那麼斜的 是沒有那麼斜的 就是沒有那麼彎 對不起,不應該斜 是彎的 這叫Positive Bratified Shift 反過來,這個Case 是弧度增加了 所以看到很清楚 這個中間 就是Medium Term利息 這個短期利息 這個長期利息 三個利息的Change 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也是Non-Panel Shift的例子 我講過 在Level 1裡面 你學的那個 是叫Effected Duration Effected Duration 是Assume 是Parallel Shift 你掙收了 其實90%的U-Curve變化 都是Parallel Shift 所以90%的 Interest Rate Risk 是可以Describe By這個Effected Duration 但是有10% 就come from Non-Panel Shift 包括了 Stop的改變 和Curve的改變 這個Effected Duration 是無法處理的 有另一個技術 就叫做Cure Duration Cure Duration 在這個課程裡面 會有Describe 會告訴大家 Cure Duration 總是用來處理 那些是Non-Panel Shift U-Curve 這張Sign 我想先進去 有些要講講很長的 我想先進去 這裡先進去 有這裡說 Sorry 這裡開始說 記得一下 一開始 我就問大家 和大家說 U-Curve有不同的形狀 是有Normal 有Flat 和有Inverted 現在就問 為什麼U-Curve 會有這些形狀 有三套Theory 去解釋 U-Curve的形狀 一套叫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另一套叫 Liquidity Theory 第三套叫 Prefered Habitat Theory 先說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它就說 Flat-Rate 就是Expective Spot-Rate 我一會再解釋 這是什麼意思 後面中三個解釋 Flat-Rate是Expective Spot-Rate 於是乎 如果基於這個理論 那些Long-Term-Rate 不外乎就是 Geometric Average of Spot-Rate 這個Level 1 都可以計算 在Level 1裡面 你學過 如何計算 由Sport-Rate Fort-Rate Fort-Rate 所以這不是什麼新的 但是 它就說 如果Fort-Rate 就是Expective Spot-Rate 的話 即是說 你已經知道 將來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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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ort-Rate 如果這樣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沒有驚訝的 是沒有驚訝的 沒有驚訝的 沒有驚訝的 那些Bond 全部Price perfectly 所以它就說 是沒有Interest Rate Uncertainty 如果沒有Interest Rate Uncertainty 如果沒有Interest Rate Uncertainty 有兩個結果 第一 這個世界是沒有Price Risk的 什麼是沒有Price Risk Imagine 你今天想投資一年 我想投資一年 最簡單的方法 買了一年的債券 一年債券一年到期 但是另一個選擇 就是你買了三十年的債券 一年之後沽了它 一般人 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不知道 一年之後 我想三十年的債券 做什麼價錢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這個Theory 成立的話 你知道Exactly 那張三十年的債券 一年之後做多少錢 所以就沒有Price Risk 是沒有Price Risk的 不單止沒有Price Risk 你也沒有Reinvestment Risk 什麼是沒有Reinvestment Risk 又解釋一下 Imagine 你想投資一年 其中一個方法 你就不要投資一年 投資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 再Roll六個月 一年 一般投資者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不知道 六個月之後利息多少 如果利息跌了 就對你不利 但是這個Theory成立的話 這件事都不會發生的 因為你知道Exactly 六個月之後利息多少 所以說 是沒有Reinvestment Risk Reinvestment Risk 意思就是 你知道六個月之後 再Reinvest那張債券 利息多少 所以世界就沒有了Uncertainty 這裏想跟大家Review 什麼叫Fort Rate 沒有什麼新東西 ReviewFort Rate 看一個例子 現在 兩年的Sport Rate 是三尼色 所以在Level2教大家 S2就是三尼色 S到底是Sport Rate S1就是兩尼色 這個一年的Sport Rate 換句話來說 我投資一年 假設我一元在這裏 我投資一年的話 我一年之後的Future Value 就是1.02 因為一年的Sport Rate是2% 我投資兩年的話 我的Future Value 是1.03的兩次方 因為投資兩年的Sport Rate 是三尼色 Sport Rate 現在就是Equalize兩邊的Future Value 所以Level1 算過這些數 所以問1.02 乘回1加F 是多少等於1.03的Square 那麼F是4尼色 所以4尼色就是Fort Rate 這個就是Level1教大家 但是在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告訴大家 這個4尼色 其實就是一年之後的利息 一年之後的一年利息 其實就是4尼色 這個就是Fort Rate的Interpretation Based on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於是這個Fort Rate有幾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我先解釋給大家聽 你投資一年 然後再投資一年 那個Rate就叫做Fort Rate 以及投資兩年 那個Rate就叫做S2 那個F是你兩邊的Return一樣的 即是Future Value 是一樣的 所以它叫做Big Event Rate 又或者可以這樣interpret 你投資了兩年的債券 其實呢 你就lock著4年 一個4%Return第二年 就是你做了兩年債券 其實lock著一個4%Return 在第二年裡面 就是guarantee一個Return 是4%在第二年 這個就是locking rate的概念 最後一個就叫做Expective Spot Rate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呢 Based on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這個就是一年之後利息 這個就是一年之後利息 因為這樣做 這兩種Burator一樣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說話 Not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就沒有證據說 這個是這個theory成立的 所以actually 現實世界裡面 那個Fort Rate 是不等於Expective Spot Rate的 即是真正一年之後 利息可以高過這個數 或者低過這個數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世界呢 是有Price Risk 也有Investment Risk的 不是沒有Uncertainty的 但是 Based on這個Pure Expectation Theory 他就說 為什麼這條U Curve向上升呢 就是因為 這個Fort Rate是越來越高 為什麼Fort Rate越來越高呢 因為投資者 Expect利息升 所以投資者 利息升的話 U Curve就會扯上去 為什麼U Curve跌呢 就是因為 Fort Rate越來越低 為什麼Fort Rate越來越低呢 因為投資者 Expect利息跌 所以他就說 U Curve形狀 就是Reflect投資者 對利息的Expectation 這個理論就是 Pure Expective Theory 就是說 U Curve形狀 是Reflect投資者 對利息的期望 反過來 如果是平的話 就代表投資者 對利息看不息不跌 不變不變 這個就是Pure Expectation Theory 第二個呢 就叫做 Liquidity Theory 這個名字 就不太正確 其實有點錯 他說 Fort Rate 就等於Expective Fort Rate 這個跟前面的Theory一樣 但是加一個 叫做 Liquidity Premium 其實這個 Liquidity Premium 就是Risk Premium 所以這個不是Liquidity Premium 就是跟Liquidity沒有關係 是Simple Risk Premium 就是風險一價 大家從Level 1學過的東西 Everything Equals 一張越長的債券 Duration越大 所以越長的債券 越長的債券 越Risky 如果越長的債券 越Risky 他沒有理由 不給Risk Premium 給你 所以他就說 這個Risk Premium 是Larger For Longer Maturity Simple Duration 大一點 Longer Term Bond 所以他就說 這個 所謂Liquid Premium 或者Risk Premium 是跟利息有關係 跟Raturity有關係 越長的債券 就會是Liquid Premium 或者Risk Premium 越大 於是 今天我看到 U Curve 扯在上面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投資者 Expect利息升 又或者 其實投資者 Expect利息不變 但是因為Risk Premium 就將利息扯上去 因為我講過 越長的債券 Risk Premium 越大 加上去的時候 就把U Curve扯在上面 這個就是 Interpretation 其實大約就說 你不知道是誰 你不知道到底是 投資者Expect利息升 還是Expect不變 因為加了Risk Premium 反過來 如果今天看U Curve 向下跌的話 就沒辦法解釋了 一定是投資者 Expect利息跌的 因為Risk Premium 應該出去拉高 如果拉高之後 還是跌向下的話 投資者就是Expect利息跌 這個就是Liquidity Theory 第三個Theory 它就叫做 Preferred Happy Debt Theory 它就說 Fort Rate 就是Expective Sport Rate 加一個Premium 就跟Maturity沒有關係 開場沒有關係 什麼意思呢 這個Theory 其實是蠻差的 它就說 例如看那條U Curve這樣 OK 這個提到U Curve 這個U Curve 這個Term to Maturity 這個Yield 重點是這樣的 這個U Curve 你可以最基本上 斬開三角 這一角就是 Short Term 這一角就是 Medium Term 這一角就是 Long Term 就是長中短 三個Region 請大家留意 美國國債最長是三十年 所以長那邊是三十年 短那邊是三個月 或者一兩年 中期是十年 看它 它就說 其實到頭來 每一個Region 有自己的Demand Supply 有自己的供求 有些人想買短期債券 有些人買長期債券 又買中期債券 當然 這個就是需求那邊 供應的話 就看聯署局的供應 看它銷售的債券是哪個Region 他就說 Let's suppose 在薩拉裡面 Let's suppose 在薩拉裡面 例子 据個例子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 一直都買長期債券 買美國 就叫了Demand for長期債券 但因為跟美國關係不好 阿爺決定買少一些長債 如果Demand減少了長債 那邊的Demand減少的話 價錢應該會跌 價錢跌的話 那價錢跌的話 那腰就會升 因為腰跟價錢是雙方向的 所以腰就會升上去 那腰Curve就會斜了 所以他就說 其實腰Curve的形狀 到頭裡 就是Demand Supply決定 那多些人買那個Region 那腰就低一點 那多些人少買那個Region 或者多些供應的話 所以他就說 到頭裡就不用太多理論 其實就是那個 供求決定 每個Region有自己的供求 那個Dynamics 好 那我就停在這裏 因為再講 都講比較長一點 都是 那我就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無論在線上 或者在代作中的問題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如果是線上可以問問題 如果問題我先交給他 先來吧